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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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于飞行员为何一直未与地面联系 专业人士表示 如果飞机遇到特殊紧急情况 会有可能无暇顾及通知地面人员 比如2009年访航447航班空难 飞行员就未能通知地面 最终坠入大西洋 波音777是由美国波音公司制造的远程宽体客机 至今已获得约1200架订单 自2004年来的统计表明 波音777型飞机也频发事故 但是致命事故发生次数较少 唯一一次的致命事故发生在2013年7月6号 韩亚航空公司的一架B777-200ER 在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着陆 造成三名乘客死亡 但是事故原因是韩亚航空的新转换飞行员 为把握好下降操作技巧与飞机本身无关 相对而言 波音777的可靠性程度仍然相当卓越 古旧777-200这个机型而言 这个机型已经比较老旧了 但是老旧并不是说它就不安全了 只要是现在正常运营的 通过了商业航线运输 整运资格的航线的商业飞机 不论是空客波音 或者说是咱们国产的新洲系列 或者是欧洲或者是俄罗斯的飞机 这些都是安全